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啊 对多少女孩子用过啊 只有你 好学生呢 一般都会假装自己早早就睡了 其实是温习书到深夜 所以啊 我打倒你现在一定在研究设计 对不对 你是想检查功课吗 我呢 是翘克去女同学家门口等着的 坏学生 想什么呢 都这么晚了 她怎么会来 出来的比我想象中又快吗 看来 一直不见如歌三秋的人不是我一个呀 你想多了 我只是出来三个步看看月亮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不跟你聊了 不跟你聊了 我去画图了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啊 我这几天呢 可能不会天天来见你 因为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这个关系到我这么多年 一直想完成了一个目标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我 我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是你真心想做成的事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就像我们在海外遇险的那一次 你说可以就一定可以的 看来我说的话你都记得 我这么重要啊 你要是无聊的话可以去开心馆 玩一玩 林凯还会替我照顾我们的 我最近也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准备 就算睡觉都没时间 根本没有时间无聊 既然是有事情就好 至少会是在拒绝我 我 我可没有答应你什么呀 但你现在 还有什么可以拒绝我吗 不给我一个玩人案子了 你也可以拒绝我 不过 我接下来会做什么 你心里应该清楚 无赖 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啊 对多少女孩子用过啊 只有你 晚安 等一下 你一定可以通过考验的 我等着帮你庆功 那就等我们下一次见面 彼此分享一下各自的成功 再帮对方一个小步 比如脱单什么的 晚安 我忘记把手链还给他了 下次吧 没想到 你用的也是割写红啊 是挺巧的 而且你也选了设计项链 和我选的设计 屏内和主持都一样 我真同情你 卉卉 这是设计比赛 要用实力说话 高杰 你今天的设计 让我眼前一亮 你很有潜力 谢谢吴老师的鼓励 吴老师 吴老师 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不知道您能否给我的设计 也点评两句呢 是啊 吴老师的提点 比评委老师的点评 更有说服力 你们今天的表现都很出色 期待你们下一场的比赛 高慧小姐的设计 才是出类拔萃呢 她设计的王者之心啊 简直是羁押全场 谢谢 高慧小姐 你说的那位 替你找到新型红宝石的人 应该是你的男朋友吧 她是我的追求者 渔迟竟然知道我在这里比赛 了 虚值 虚值 你来找我啊 给 给我的 谢谢 一会儿见 谢谢吴老师 谢谢吴老师 怎么会这样 虚值在追求高慧 连长也来了 老师 走吧 比赛结果今晚才会揭晓 现在有时间吗 思总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吴老师 卉卉 怎么样 比赛结果 于逸 怎么 不相信我们卉卉的实力啊 对啊 哥 你真是关心则乱 以高卉的实力还用问吗 是是是 于逸说得对 关心则乱嘛 这初赛对卉卉来说就是小儿科嘛 学长 你拍马屁也晚了 还是于逸比你了解我 吴老师 车就在外面 这样 今天晚上我跟于逸请客 帮你们庆祝一下 好 妈 你帮我把花线拿过去 我马上就过来 不要让我和于逸等太久 知道了 走吧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于静香啊 学长告诉你的 还用问吗 你看就知道了 谢谢你送我花 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喜欢吗 你怎么知道这条手链 我听于逸说 你这条手链是你妈妈送给你的 但之前拍眼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 我费了好大的功夫 给你长了一条一模一样的 你准备怎么感谢我 感谢我就要好好想想了 走了 别让他们等太久 这个手链是我妈妈送给我的 我一直在拍手上 我在拍眼的时候不小心摔坏了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修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个女人对我来说很重要 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是我妈妈 于智 原来我并不是你的唯一 你对每个女人都是这套数字 i know that 不许问我 回来啦 工作忙完啦 对啊 忙完啦 你刚刚去哪儿了 刚刚 陪客户吃饭啊 陪客户啊 男客户还是女客户啊 男男女女都有啊 明明是在陪高慧 她竟然撒谎 那 你最近 都是在忙着陪客户了 对啊 连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了 既然你工作这么忙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 你去忙你的 你怎么办 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工作忙 没有陪你生气啊 不好意思 我也很忙 没时间省你的气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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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